你不想再去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妈妈 你也没跟我说我妈去哪儿了 就是说 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羡慕 那些有妈妈的孩子 我特希望 要是有一天 我妈妈突然间回来 然后抱着我跟我说 小美啊 以后妈妈一直陪着你 永远不会再离开你了 该多好 所以 凤霞阿姨无论对我多好 我都不能接受 是因为 我怕如果你们在一起了 我妈妈就回不来了 爸 可是现在我后悔死了 我就想 如果当时 我要是讲点道理该多好 我没准早就能有一个妈妈 一直痛我爱我好多年了 您也不用那么辛苦的一个人待我 所以 我就希望 您能跟凤霞阿姨结婚 这样 你们以后有个照应 不也挺好的吗 好孩子 我想啊 要是有一天 你妈妈真的回来了想见你 你愿意吗 您别逗我了爸 我知道 她是嫌弃我 才不想见我 不要我了 她要是想见我 当初就不会抛下我们父女俩走开 我早就不抱希望了 您也别想了啊爸 你去做一下面条 要吃饭 来来来 给咱们这个大厨道场啊 今天浩子 老苦功高啊 老苦功高啊 你真的孩子 怎么不说话就干了 说啥呀 你难道就没什么话跟你舅舅说吗 啊 姐 你再帮我告一呗 来 你谢谢舅舅送我去饭店 那边好吃呀 多 行了行了 来来我替你说吧 今天啊是浩子啊 学艺 归来第一次回家 所以说呢今天一个是家里都聚一聚 再是咱们全家都应该祝贺她 来 干 干呗 我没事 双双 我一定把小美安全的总归宿舍了 你别担心 回去后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知道了爸 你也早点休息啊 这刚喝完酒 出来容易着凉 是 没事 多去看看 你风向阿姨